大家好 今天是4月27 星期五 也是4月份期指的結算日 按照現在的指數在3.35分 大概是3028點左右的水平 其實市況已經轉停了 首先看看 昨天美股作出一個明顯的技術上升 所以刺激到港股早段高開到3038點 即是高開成293點 之後曾經輕輕再上多少少 但是始終買盤仍然還是比較疏落 加上平保的新業務的增長在季度來說 稍微略為放慢 而平保的股價也在到75元 拖累了大市曾經反覆而低見3019點 但是低位沒怎麼追顧 就算昨天的指數最低見過29871點 都沒有怎麼追顧的 可以跟大家說的 直到現在這分鐘 技術上整個大市在這一刻到現在這分鐘 未去到星期一 我不知道 但是指數是沒有足球 也沒有跌穿到這個月 4號的低位29518點 就是說技術上來說 市雖然略為反覆 但是始終整個形態都是屬於一個叫做整固等變 為何握著鏡頭呢 因為我發覺有少少斜 所以我弄正 好了 再看看 4月份先低後高沒有怎麼變的了 現在有沒有更高的指數 根本上一點都不重要 反而我覺得5月份的市怎麼走才是關鍵 為什麼不是呢 由於3038點至3078點 在400點的幅度裏面 是寬了10、20、50和100天線 以現在3028點坐的指數 如果有少少先高向上推升的話 升不到500、600點 已經可以回到這麼多種平均移動線之上 當然知道後續會不會再好呢 也要看成交金額 資金入市的態度呢 又要看看港元匯價 或者是說中美的貿易戰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通過談判 慢慢慢慢談 從而得到一個解脫 如果你說 市場的避險情緒降溫 龐大的資金流在作一個部署的話 後續的事是有機會做得好一點的 也都有個說法 五窮六絕七翻身 如果4月份就不用說了 窮了 3月窮了 2月開始都已經窮了大家 如果你說在五月份的市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利好因素 而中美貿易談判仍然都延續在這裡 港元匯價仍然都還是疲弱的話 市仍然都還是保守 即使市有升幅 都是屬於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的 那我暫時來說 我先看技術上來看 因為指數什麼時候能夠回到10、20、50和100天線 最重要都是50天線 任何一天 指數仍然受制在這四組平均移動線之下 市仍然都只是整個等變 不過很多人就說 哇 市很差 我又不覺得 市財肯定就不是好 但問題就是指數就算有比較明顯的反覆 包括早前曾經低見3萬012點 昨天低見29,871點 今天再低見30,19點 但是它沒有觸及今個月的低位 況且由2月9日的29,129點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指數都沒有觸及29,129這個低位 你問到我的話 我自己覺得大市只是屬於一個聲後的整固消化 因為整個中期聲浪的起步點 是2016年12月28日的21,488點 經過11,996點的上升 跌回4,355點 是很正常的 問題是這個所謂的中期調整 周期性的調整 還有兩至三個禮拜 這個就真的要等一等 看看資金入市的態度 還有看看中美的貿易戰 到底能不能夠食材了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